为什么有些男人总能轻而易举地赢得女性的信任 最终让他们心甘情愿地迈出亲密的一步 是否每一次的情感靠近都隐藏着精心的设计与策略 还是仅仅源于对女性情感的深刻洞察 或许这五个关键策略能够解开这一谜题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五位女性的真实故事 她们都经历过情感中的迷茫与选择 每个故事都充满了生活的温度 第一位是26岁的林薇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来到采访现场 给人很舒服的感觉 那会儿我刚进公司 啥都不懂 就跟着呆头讹似的 林薇笑着回忆道 每次开会我都坐在角落里 生怕别人发现我的无知 是张俊 就是我们部门的主管 一点点带我入门的 说起张俊 林薇的眼睛亮了起来 她人特别好 从来不会因为我问啥问题就不耐烦 有次我把报表弄错了 她二话不说 帮我熬到凌晨重做 我那会儿都要急哭了 她还安慰我说新人嘛 都是这样过来的 慢慢的 林薇发现自己越来越依赖 这些大她五岁的同事 无论是工作上遇到难题 还是生活中有什么烦心事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她 闺蜜老打去说 你俩是不是有情况啊 我总是否认 但心里其实美滋滋的 记得那天加班到很晚 她说送我回家 路上聊着聊着 她就说想请我去她家吃饭 说要让我尝尝她的拿手菜 说到这里 林薇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当时还挺忐忑的 但看她那么坦荡的样子 就答应了 她家收拾得可干净了 桌上还摆着几盆多肉 她做的菜也真不错 红烧肉烧得特别入味 吃完饭 我们就坐在沙发上聊天 她说她这些年一直单身 是因为在等一个真正懂她的人 林薇停顿了一下 脸微微发红 那晚气氛真的很美好 她说话的声音很温柔 看我的眼神也特别真诚 后来哎呀不说了 反正就是发生了那种事情了 但事后的发展却让林薇心凉 我慢慢发现 她对其他女同事 也是一样温柔体贴 小李找她帮忙 她也是有求必应 小张加班 她也主动送她回家 我这才明白 原来在她眼里 我可能只是众多需要照顾的 后辈中的一个 说这些的时候 林薇的语气带了一丝无奈 但我不后悔那晚的决定 至少在那一刻 我是真心相信她的 现在想想 或许这就是成长吧 第二位受访者叶青 今年35岁了 是个气质优雅的成熟女性 她的故事充满了生活的无奈 与偶然的心动 我和老公结婚快十年了 但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 可能还不到三年 叶青苦笑道 她总是出差 即使在家也是邮件 电话不断 我就像是一个免费的管家 负责打理她的衣食住行 那天和闺蜜们去完会 叶青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 突然有人喊我的名字 一回头 居然是高中同学李成 她变得更成熟帅气了 但还是能一眼认出来 她主动说要送我回家 路上聊起了高中的事 没想到她居然记得那么多细节 连我以前最爱吃的 老王家的麻辣烫都记得 她说那时候经常偷偷看我 但一直没勇气表白 最后他们去了附近的咖啡厅 她很认真地听我讲这些年的经历 当我说到婚姻中的孤独时 她的眼神特别温柔 就在那时候 她轻轻握住了我的手 那种被人真正在乎的感觉 真的很美好 后面的事情 你明白的 第三位许诺 是一个24岁的模特 身材高挑 气质出众 在这一行见过的帅哥数不胜数 但像陈凯这样 有魅力的男人真的不多 许诺说 第一次见她 是在某品牌的新品发布会上 她穿着定制的黑色西装 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 陈凯是品牌的总监 谈吐优雅 见识广博 她不仅懂时尚 还特别会照顾人 在晚宴上 她总是有意无意地让我成为焦点 还会及时解围 当晚她送许诺回酒店 路上她一直在谈我的潜力 说要带我借出更好的资源 到酒店后 她提议喝一杯后面的事情 可能是我太天真了吧 第二天醒来 她连个信息都没有 许诺叹了口气 后来听圈内朋友说 她对每个看上眼的女模特 都是这套路 但这种是在圈子里太普遍了 我也不好说什么 至少她确实很有品位 不是吗 第四位受访者周嘉 这个27岁的女孩 给人第一印象就是文静乖巧 我平时真的特别宅 连公司年会都不想参加 周嘉捋了捋头发说道 要不是林玉一直在群里起哄 说什么你不来 我就在年会上报你求事 我可能真就躲过去了 提到林玉 周嘉的表情变得生动起来 她是销售部的 特别会活跃气氛 我们部门挺多人都喜欢和她玩 那天年会她一直在劝我喝酒 说你看你平时多压抑 放松一下嘛 后来我是真的有点飘了 周嘉不好意思地笑了 她让我玩游戏我就玩 她说唱歌我就跟着横 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平时胆小如鼠的 我居然敢在台上扭腰跳舞 年会结束后 林玉提议去酒吧继续嗨 那会儿我已经喝得晕乎乎的 感觉整个人都特别放松 她说外面冷 要不先去她家坐坐 我也就傻乎乎地答应了 周嘉的声音渐渐低了下来 在她家里我们又喝了点酒 她坐在我旁边 说我笑起来特别甜 说平时就想多接近我 但我总是躲着她 然后她就摸了摸我的头发 那种感觉 哎呀不好意思啦 你懂的 第二天醒来 我特别懊恼周嘉捂着脸说 但转念一想 如果不是她 我可能永远都不敢 跳出自己的小世界 虽然后来我们没能在一起 但那晚的经历还是很特别的 最后一位受访者 是23岁的方萌 一个看起来青春靓丽的职场新人 刚毕业就进了这家大公司 我特别珍惜这个机会 方萌认真的说 可是好不容易熬过试用期 却发现自己遇到了瓶颈 每天就是重复的文书工作 完全看不到上升空间 在一次商务酒会上 方萌鼓起勇气 和公司副总监黄磊搭话 其实我之前做过功课 知道她分管人事这块 没想到 她真的很愿意听我说话 还夸我有想法 吃饭的时候 她很直接地跟我说 可以给我更多发展机会 说到这里 方萌停顿了一下 但条件是 嗯 你明白的 我当时特别纠结 但看她为人还挺正派的 说话做事都很磊落 我想了很久很久 方萌轻声说 她也没有催我 而是用实际行动 表现她的诚意 比如让我参与一些 重要项目的会议 给我一些发言的机会 最后我接受了她的条件 那天晚上 方萌的声音更低了 她很温柔 也很照顾我的感受 事后 她确实也说到做到 给了我很多锻炼的机会 现在我已经是项目主管了 但成功背后也有困扰 有时候我会想 如果没有她 我生事也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 我的能力被认可了 但好像又总是活在她的影子里 这种感觉真的很复杂 回顾这些故事 每个女性都有她们独特的 规遇和选择 有人因为信任而动心 有人是在寂寞时遇到温暖 有人被事业发展的机会打动 有人则是在特定氛围中放下戒备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 亲密关系的推进 并非完全出于偶然 而是一个充满技巧 和细腻洞察的过程 无论是通过建立情感基础 把握心理需求 还是展现吸引力 创造氛围 每一种方式都展现了男性 如何细致地解读女性的内心状态 并在尊重女性意愿的基础上 一步步拉近距离 这些策略并不只是单纯的手段 而是一种对情感互动复杂性的深刻理解 现代亲密关系不再只是直线型的发展 而是通过不断的试探与回应 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寻找平衡点 男性通过这些策略 可以自然地让女性感到安全 被关心 同时也能在无形中增强两人关系的亲密度 然而 这些策略背后潜藏的 是人性之间的博弈 与真实需求的碰撞 亲密关系的推进 不仅仅是技巧的成功运用 更需要参与者的真诚态度和事实调整 任何试图过度设计的关系 都可能失去自然的本质 让女性感受到压力 甚至对整个关系产生怀疑 反之 若男性能够以真心出发 尊重女性的情感节奏 同时通过情感积累和互动创造 女性会更加愿意接受这样的靠近 进而推动关系的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策略的最终目标 并非单方面满足男性的需求 而是让女性在关系中获得认同 价值感和心理满足 情感积累和信任的建立 往往能让女性放下戒备 及时的关怀和洞察 让她们感受到情绪的释放 而吸引力和情境的营造 则为亲密关系创造了合理的契机 这些要素相辅相成 构成了现代亲密关系的多重面向 女性在面对这些策略时 可能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 甚至在某些场景下 心甘情愿地接受 真正健康的亲密关系 并不只是靠策略的堆叠 而是双方在互动中的自然选择 和情感的逐渐升温 当女性感到 自己是在自主选择中 迈出亲密的一步 而非被迫接受或被引导时 关系才能更加稳固 男性在主动追求的过程中 也需要把握分寸 既要展现自己的吸引力与诚意 又不能让对方感受到刻意或施压 这种平衡的把握 才是亲密关系 可以自然发展的核心 或许 亲密关系的真谛 并不在于谁更主动 也不在于谁更被动 而是两人在彼此吸引中找到的那种微妙的平衡 这种平衡 不只是两个人在情感上的对等 更是两颗心灵在互动中自然流动的结果 男性的每一个细致举动 都在无形中塑造着女性的心理感受 而女性的每一次接纳与回应 也同样定义了关系的下一步走向 在这种相互作用中 技巧和诚意并存 尊重和需求交织 最终形成了彼此都感到舒适的亲密关系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 现代的亲密关系 不仅是一场感性与理性的平衡 也是欲望与情感的交融 每一步的推进都需要男性展现敏锐的洞察力 和真挚的情感表达 也需要女性在关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需求 当双方都能坦然面对彼此的期待 亲密关系才能更长久地延续 而那些用心去爱 用尊重去吸引的人 才是真正的赢家 毕竟真正的亲密 不是通过设计或手段达成的 而是在两颗心逐渐靠近时 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我讲的有点意思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我是单身朋友在中国的小慧表姐 大家好 我是小慧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要分享给你们 我想告诉你们 我已经开通了会员视频频道 我将在这里分享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分享我自己的故事 欢迎大家订阅会员 一同来分享这个旅程 我会在会员频道定期更新专属视频 让你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我 了解我经历的故事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订阅 将是我继续前行的最大动力 谢谢大家 如何投稿给我 如果你是手机用户 打开视频下方的简介 点击投稿链接 如果你是非手机用户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方投稿链接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